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是台海两岸潜见战力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它应该是一个系列 为什么 我们常常看非常多的 无论是政论节目 或者是新闻报道 都很喜欢拿两个装备 来做一个比较 这是上个世纪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 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人会拿F-35 跟拿解放军的歼20 来做个比较 可是曾经有人在做这些新闻 或做这些节目的人 曾经有仔细想过吗 那可是上一个世纪的思维 为什么说是上个世纪的思维呢 上个世纪就是1比1 然后呢 也就是吃枪数 也就是比射击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怎么 为什么不是呢 现在所谓的战力呈现呢 是一个系统的竞争 也就是说呢 它不是单一个武器的比拼 而是整体系统的建构 这个也就是 我们常常听解放军他在讲 他们要组建 常态化 那个实战化 以及体系化的一个部队 体系化 就是一个系统的组建 为什么 以前我们大家用眼睛看就好了 用眼睛看 然后那个我们以空中战机来讲好了 用眼睛看 看到对手 现在需要吗 其实不用 在之前小建长讲到的那个OODA 1.0的时候 的确用眼睛看 2.0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 2.0的时候叫做什么 叫做资讯优势 资讯优势从何而来 就是你有更好的 更强的坚针系统 而且你有所谓的那个电池 反制的能力 那当然你就可以更胜于敌 你的这个我们叫做 战争迷雾 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战场更清晰 这个是我们讲到2.0的时候 3.0就不是了 3.0在讲什么呢 3.0就已经讲说进入到AI 就是已经有足够的资讯进来的时候 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 处理这么多的那个资讯 那由AI或者是由那个机械学习 也就是由这么多的一个城市 来帮忙处理这是3.0 所以单一用那个单一系统 单一的装备来比较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那也就好像是 我们很多的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军民也好 不然或者是军忙也好 常常讲哎呀熊3好棒棒啊 但是你熊3系统甚至熊2系统 你如果没有以前叫做大层系统 现在叫做连层系统 也就是它的指管系统的话 那也没有用啊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当然熊2它是有那个自动寻标的功能 那但是你要给它一个大致的方向 大概的距离它才能发射 它不是在海上 就像那种寻翼小的那种 无人机寻翼弹药一样去找目标 它不是 所以我们这样讲啊 系统非常的重要 那在对于海军来讲 我们这么说 尤其是对于浅舰 如果你没有这套系统 这套什么系统 叫做海洋环际数值预报 你没有这套系统 你要进行反潜作战就很累 为什么 因为你等到接敌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接敌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施放升温仪 那个时候你再进行计算 相关的水文环境啊什么 对不起你已经慢了 人家是用数值预测 那数值预测咧 就是要平常蹲好马步 什么叫蹲好马步 就是要放很多的那个BT啊 也就是那个升温仪下去 然后来获知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大气环境 也就是大气压力是多少啊 温度是多少啊 这是几月啊 然后他所呈现的一个声纳 就是水下的一个温度 以及声纳可能折射的一个路径 大概是如何 那就是我们讲马步要蹲好 像小县长以前啊 去那个区里很多的解放军的情报船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其实已经相当接近福州了 那个附近海面 当然没有进入所谓的领海啊 更没有进也没有进入所谓的领阶区 在外面放了很多的那个BT 我们也不是说时间那个 那个你想放就放 没有 他有一个时间的规定 你时间到了 你才能放 这一些未来都会成为 那个 呃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数值预报的 一些最重要的data 所以我们常常讲百年海军 就是如此啊 海军的建军啊 不是说你把刺枪练好了 你把射击练好了 你就可以打胜仗 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 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一个开头 那来讲说 其实我们两岸浅舰的战力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们在讲这件事之前啊 讲一个大家 大家很有兴趣 很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但是呢 没有人敢讲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 呃 12月21号啊 海虎军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说看YouTube的观众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呃 在26号 国防部那个记者会 他公布了相关的内容啊 对于小舰长而言 你只要不是第一时间 也就是第一天 所谓一天不是说日出日落 不是 24小时之内你没有公布 我都觉得这里面已经只有部分的事实了 为什么 因为你应该是当时就立刻发布 那发布的状况让我们大家了解啊 海军你有什么样不足的地方 但未来我们在支撑你海军的那个各项采购的时候才更有底气啊 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最好不要讲我们怎么样 不要讲什么 那也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质疑啊 我们刚刚讲说这一个记者会是呃 26号所召开的那这一位呃 做简报的呃是吴立平长官啊 海军人参谋长 呃因为我们以前有共事过啊 那所以我对于他其实蛮熟悉的 在学生时代呃我是四中队他是五中队的 我们就是上呃楼上楼下而已 所以我对他其实有一定的认识啊 但是这跟那个吴立平长官没有关系 跟这个参谋长没有关系啊 我们讲的是这一件事情的事实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小学长一直在等一个 一直在等 等一个新闻 等什么新闻呢 等果然被我等到了 等到什么 等到12月27号 也就是刚刚结束那个记者会之后 我们就从自由时报 那当然不是只有自由时报有啊 但是我们就举我们台湾三大报 自由时报的内容来讲 讲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啊 那个海 那个海军表示啊 部分不实议策的报道 这就是小学长刚刚讲的 为什么会有议策 因为你不讲 你不讲呢就有人帮你讲 然后呢 现在在讲新闻内容啊 以对陆立战备训练的潜见官兵 以及落水人员眷属产生伤害 破坏部队团结向心 海军郑重呼吁媒体各界 善尽社会查证责任 你真的确定 打电话去查证 他会告诉你答案吗 他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吗 如果会 人家何必如此 那当然了 那片面以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 而提出不实言论的话 不排除事需要 事需要就有很大的一个法律空间了 然后协助官兵及家属提出法律告诉 我们只是提出一种看法而已 那但是呢 很多的新闻媒体一看到 哎呀吓死了 就是立刻就不对 这一些可能有了解事实的这些 可能是海军退役啊 或者是专家学者啊 进行访谈啊 如果是这样 小舰长问一件 问一句话 什么话 路透社在那个28号的时候 他报道说 引述知情人士和一份台湾安全备忘录披露 中国已向台湾具影响力的摇滚乐团 五月天施压 要他们在下个月台湾重要大选前 发表亲中言论 我想请问 知情人士是谁 如果你如此要求的话 那情中人士是谁 一样也是你国安团队的人啊 那我再请问 什么叫做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 是你可以对记者透露的吗 还是这从头到尾 就一直是任之作 作战 小舰长认为根本就是后子 这一则新闻 第二天就凉了 为什么 因为五月天不做回应 然后呢 你的知情人士 你从你也不敢站出来讲 然后看起来是没有这件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陆国台办第一时间就说 假消息根本就没这件事 现在大选在急大家都开始做认知作战 讲的跟真的一样 路透社报道完之后 哇卡CNN立刻跟进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国安局有说 不排除对不实言论提告吗 对路透社提告 有吗 没有 所以你其实去告记者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记者可以说我保护消息来源 所以我不透露 你要管我去关啊 管我就变成一个荣誉勋章 你关啊 就赌你不敢 所以你何必呢 那在这一个里面呢 我们刚刚讲说 这件事情啊 对于小舰长今天为什么要提 请问大人在公堂之上 假设一下根据大清律例 应该判什么罪呢 对 从现在开始 小舰长的任何谈话 都是假设一下 都是疑问语态 你不要说是正面表述 我是请问你啊 你要不要做回答 现在国防部所属单位 每一次都搞这种事 就是你只要报道了 他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来讲的时候 就一锤定音就变事实 后来你发现 可能并非如此啊 小舰长就当初就很讨厌 这样的环境 所以可能大家不知道 小舰长曾经很短暂的当过 那个实习的调查记者 那但是后来因为跟所属的媒体啊 有一点那个总编辑观念上面 有一点点不太不太吻合 所以就没有做了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事 我们现在如果说看YouTube观众 你会看得很清楚 看到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你可以看到站在那个 海虎军舰的甲板上面的 这一些官兵 里面有官也有兵 他的救生衣 你会看到他其实有腰带的 他在腰带的下面 还有一个黑色的部分 小舰长就不框了 为什么 因为框起来感觉很奇怪 你这框重要部位啊 所以我就没框 可是你仔细看那有一条黑色的 每一个人都有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跨带 跨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你落海的时候 那一个救生衣 不会跟你人分开 不会 那这个就是跨带的作用 而且基本上来讲 我们军方所使用的都是两条跨带 然后两条跨带 你要说会一起的掉 小舰长其实不太相信 小舰长其实担任过建务长 建务长要管什么 就管救生衣啊 就管救生衣啊 那我们救生衣其实有两种啊 等会我们都会看到 有一种夹克式的 有一种冲气式的 潜见当然以它的特性来讲 它不会用夹克式的 夹克式就好像我们去 坐这种海钓船啊 或者是坐这种 那个观光船啊 它会要求你 尤其是要过那个 海巡署的检查哨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穿救生衣 那你穿那个救生衣 多半都是夹克式的 当然啦 有些可能它也会给你冲气式 不管 所谓夹克式的 也就是那个 那个游轮最明显 它们泥上游轮 第一时间它就会 来做一次全传的演练 就是你要到哪一个 救生艇去就位 然后你要穿着 你的救生衣 那个就是 所谓的夹克式 很大的那种 另外一种就是冲气式 冲气式里面有二氧化碳瓶 当你一拉那根绳 那个所谓的气瓶 那个急锤锁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冲气 那你问小舰长用哪一种 当然啦 那个长官啊 都喜欢用冲气式的 因为冲气式的活动比较自如啊 可是 小舰长最爱穿上的是夹克式 为什么 因为夹克式的 其实它的效能比较好 那为什么特别讲救生衣啊 因为其实我们到 截至目前为止 那个还有三位的 那个我们的 呃 士官啊 其实没有找到啊 就是应该是失踪啊 但是我们在23号跟27号 事发是21日啊 12月21日 但是在23日跟27日两天 其实 寻获了潜舰的救生衣 但是因为啊 我们船上的管理啊 它其实是船体被俘 但是这一小舰长又有疑问了 这什么疑问呢 以前我当建务长的时候 每一个救生衣都有编号 然后在编号呢 就是你当初来报到的时候 我就会写你的编号是几号 为什么浅见没有 这件事情蛮值得玩味的哦 是因为大家觉得 那个你们是高薪单位 你们是比较 嗯 嗯 机密性比较高的单位 就不做这件事吗 几乎每个单位上面都有编号 然后那个就是救生衣上都有编号 而且是传来传去 只有一个位置没有编号 也就是那种夹克式的救生衣 在战斗部位的 那一个要列入那个清点 但是 那个不是一对一的 就是不是人可以对对 可以对得上号码的啊 好了 讲到这里 大家觉得救生衣就如此吗 搞错了 什么叫做搞错了 这个海上的一举一动啊 其实都危险性很高的啊 什么叫危险性很高的呢 就是其实你不按着做啊 你不知道这样子恶搞会死啊 会出人命啊 所以以前啊 我们船上的那个来报道的 义务义的阿兵哥都很抱怨啊 说我光是验收一个共同性的 大概就要半年八个月 然后再验收专业性的 那又要搞 就是从上传报道到 验收完 大概又要搞 又要搞到一年 那当然了 你没有验收完 没有到那个进度啊 你的假期是会被相对折底的 就是你要用你的假期的时间 来阅读传上资料 很多人觉得很烦啊 你要搞这事干嘛 当然 也有很多的长官 哎呀多一事不少一事 就就算了吧 其实这是什么 这个严格的训练 才是官兵安全的保障 大家都说 我要平安退伍 平安退伍不是嘴巴说说就好 他是有一个 那个你必须要遵守的 你必须要了解的 船上为什么这样做 第一天上船的 保证船头船尾长什么样 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看 这叫SOLAS 也就是国际海上人民安全公约 它有规定的非常清楚 不是说对于 邮轮这样规定 其实你只要是四航船只 都要符合相关规定 那这其中包含军舰 不要以为军舰比较特别 也没有 那我们这样子讲 这一个规定 连我们在海上 通通都要遵守 小舰长德国就拿出证据给大家看 我们别的不扯 我们就讲救生衣就好了 救生衣 如果按照第二章 那个2.1.2的相关规定 你从4.5公尺高的地方 跳入水中 也就是我黄色标定出来的 那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 那个不会移动 或损坏救生衣 那我们军方因为操作 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刚刚讲 有跨带的设计 可是不是说没有跨带 它就不安全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的救生衣 我们都会看到 它有胸带 然后它有腰带 扣起来其实也会达到 跟跨带一样的那个效果 接下来他讲说 当你的救生衣 你就是现在讲的 其实都是夹壳石 你沉到水里的嘴台水面 你的不少于12公分 为什么要12公分 确认你不会呛水 然后另外 而且不得小于20度 为什么 那个浪来了 结果一样呛水 那不是没用吗 它有这些相关的规定 要知道 这相关的规定 海上的准则教犯 或者是规定 都是血汗换来的 都是因为有某些人的 这个血泪教训 所修改修改修改到目前这个状况 另外我们看到 2.2.1.3 那他讲说 不超过5秒的时间 那个他可以让 失去知觉的人 那个 那个嘴巴 可以抬出水面 这是我们讲到 救生衣的地方 那接下来 我们讲说 救生衣在淡水浸泡 他讲的是淡水 因为淡水跟海水总是不太一样 但是 每个地方的海水 它的盐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就用淡水来讲 浮力降低 不可以超过5% 也就是不管你怎么弄 浮力降低 在24小时之后 都不可以超过5% 另外 就是要有个绳子 牢牢固定的哨子 看过铁达泥号吗 肉是吹的 就是那个哨子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大家休息一下 小健长刚刚在广告时间有讲啊 人是铁饭是钢 对于做YouTube的 或者做那个广播的 你的点阅 你的分享 你的那个 那个按赞 就是我们的钢啊 所以请大家帮一个忙 好不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宣布的事 但是我们要回到很严肃的问题上 但是小健长再强调一次啊 那个 在公堂之上 假设一下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那大清律律 这么那个 这么严格的刑罚都可以了 现在的刑罚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那所以小健长现在讲的一直都是疑问句啊 那个请我们国防部的长官啊 不要误解 好 我们讲到说 刚刚所讲到的就那个救生衣 其实大家都谈论的是 冲击那夹克式的 也就是穿得很厚的 那很厚重的 那另外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次 浅剑那个官兵身上所穿的是 冲气式的 那冲气式的 他的要求啊 并没有比较松散啊 第一个啊 他讲的就是 静默时啊 也就是 这个救生衣掉到水里的时候 他要能够自动冲气 不需要你去拉 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扣环 不需要 他就可以自动冲气 而且呢 也允许用单一手动冲气的装置啊 还记得吗 那个还可以用嘴巴冲气 我们大家坐飞机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们美美的空姐都站在前面 跟大家讲 当你把那个拉环向下拉出的时候 他的救生衣就会自动冲气 然后当冲气完毕之后 旁边如果说没有冲气 旁边还有个吹嘴 可以直接的让你来帮他冲气 是不是 就是这个玩意儿 这个就是冲气式救生衣 但是呢 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叫做救生衣灯 空姐在示范的时候仔细看 现在呢 就是空姐在示范的时候 不一定有救生衣灯啊 因为这个救生衣灯啊 你启动了一直在那边亮很奇怪 所以通常他都把它摘除 但是事实上 救生衣上面按照SOLAS 也就是国际海上人民安全公约的规定 你是要有灯的 那这个灯呢 必须在8小时之内提供 0.75烛光强度的这个能源 而且呢 他每分钟不少于50次 不多于70次 有效发光强度至少0.75烛光 其实大部分都是 那个每分钟60次 也就是一秒一次 他就是这样定闪 然后可以闪到8个小时 至少8个小时 你说0.75烛光不亮啊 很亮啊 为什么很亮 第一个他其实设计像 爆闪灯一样这样 啪啪 就跟那个我们看到警车 那个灯很像 然后呢 问题是你的环境 什么环境呢 你在那种漆黑的大海上 结果你看到那个 那个灯在那边亮亮亮 哎呀 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个看得很清楚 你说小舰长你又看过了 哎还真的看过 怎么是看过呢 以前有一次啊 我们那时候在 现在所谓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 那个地方巡逻的时候 哇靠 看到那个一秒一闪的灯啊 然后呢 我们的撩望报告 我还记得很清楚 左旋撩望报告 方位三洞洞 距离六千码 发现固定闪光 我拿望景一看 事情大条 什么叫事情大条 那个就是救生医的灯啊 所以就广快 我们就是转向 加车 然后前往那个位置 然后到之前先捡车之后 然后滑行 因为你避免是人啊 滑行过去一看 搞滑特啊 那个根本就是渔民的急鱼灯啊 他就是摆在那边急鱼 然后下面有个灯 然后他上面也有一个 提醒他 他这里有放个急鱼器啊 上面搞一大堆树叶 然后那个灯就在那边亮 虽然如此 小警长 还了一口气 为什么 因为通常啊 你如果真的是 你要救助的对象 在海里面泡那么久啊 其实不是很好处理 但是不能不处理 那为什么小剑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啊 这个冲济式救生医长怎样 那个我们如果来看那个 YouTube观众 就会看得很清楚啊 看什么要很清楚呢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他有跨带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你看到那个海湖军舰 他的甲板上 大家都在敬礼的时候 他那个跨带 就是这个跨带 他有跨带 第二个他有那个冲气神 因为他这个是 那个冲气式救生医 你一拉他就会自动冲气 接下来呢 他有吹气管 还记得刚刚小舰长的示范吗 小舰长当然胖啊 但是也可以学 学我们的空哨一样 对不对 可以拿那个吹气管这样吹 然后 你的救生医就会自动冲气 现在有的不是这样自动冲气 他就把手伸进救生医 表示好像冲气一样 好接下来 比较特别的 他有人员救助所 也就是说 当如果发生大规模海难的时候 大家 那个海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自己绑在一起 就是不会那个随着海流 大家都在一起 海流所造成的那个漂流 就会比较慢 另外 下面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第一个 他有救生医灯 看到没 他是点亮的 他那个就是一秒一闪 就是我们讲 每分钟高于五十 五十闪 但是不超过七十闪 就是那个灯 还有看到那个求救口哨吗 就是我刚刚讲 你如果有看过铁达尼号 看到那个Rose 最后看到那个救生艇来的时候 嗶 吹那个口哨 对 就是这个 所谓的求救口哨 为什么用口哨 因为你人漂流在海上 你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而且你用喊的通常听不到 那他这种口哨 不是我们一般的口哨 他的声音比较更为尖锐 所以如果对于求救的人员来讲 你会更容易发现 那有的 有的时候说 那海水 那个染色剂 可是染色剂其实 那个用的比较少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的是 冲气式救生衣 那这冲 不是 夹克式救生衣 对不起讲错了 那个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选举的大家都容易口误啊 那那个 夹克式救生衣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白色的一条一条 那就是反光的 也就是只要有一个 很小的光源照在上面 你就会看到 那个海里面 有一个人穿着救生衣 在漂流 然后呢 另外 他也有救生衣灯 他也有求救口罩 可是这一件 就是小舰长刚刚讲到的 他有胸带 然后他有腰带 但是他没有夸带 那现在这种 你只要符合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SOLAS 他相关的规定 就是你从4.5公尺掉下来 他不会脱落 这种其实不太会脱落了 除了有胸带跟腰带之外 你两只手还穿着那个 那个夹克 像夹克一样的救生衣里面 不太会脱离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有关于救生衣的部分 接下来讲救生 没有人讲过这件事情 因为不懂 怎么说 我们来看 左边的 这个是那个班超军舰11008 他的 他的 那个 我们讲的救生圈 我没有看到 他的救生圈旁边 还有一个红色的 那个也一样 是救生浮灯 那个只要把它 他现在是导致的 你只要一把它浮正 他就开始发光 也是 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每分钟50伞以上 但是不高于73 他就会在海上亮 而且很亮 然后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 他只有0.75 烛光以上 但是 你在黑漆漆的海面上面 其实 晚上看起来是很亮 可是你有注意到吗 他的这一个救生圈后面 有一串的绳索 另外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 也就我们现在这个 那个飞弹快艇 FACG86 他 他直接把那个绳索 那个直接的绑在一起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有这个绳索 就是 你去救助的时候 你不是人跳下去 大家帮个忙 不是人跳下去 是你抛头救生圈 你抛头救生圈 结果救生圈 跑了 人也没抓不到 那不就是 那个没用吗 那怎么办 后面有一根绳索 可以拉回来 或者是 人已经用最大吃奶的力气 抱住救生圈之后 你也可以把人拖回来 这个的用处就在这里 但是 小舰长要问 我是问 海虎军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是怎么救人的 你有用 那个 救生圈吗 还是你觉得跳下去也可以 那一天的浪 海军自己讲的 不管是三米也好 四米也好 你觉得你可以 对不起 你都不行 那个浪 就好像我们看到 那个日本最近 石川的那个海啸一样 虽然高度不高 可是你人就是抵抗不住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抛头救生圈啊 这一个 小舰长曾经啊 是教准部航讯中心的 的教官 我们就是这样要求的 不是你跳下水去救 是抛头救生圈 你在我们各大游戏的景点 海边 你看到的也长得是这个样子 他绝对不是叫你下去救 拿一根竹竿 你竹竿可以拿那么长的吗 你拿得动吗 当然现在有更厉害的啊 用无人机啊 那个 那个无人的 那个水上的载具啊 他直接开到那个 溺水者的旁边 然后他扶着那就回来 对不起 那是现在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买那个 就用这一种啊 我就是小舰长刚刚问的 你们到底怎么穿救生衣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们身上到底有没有救生 那个救生服灯 第三个 你们到底是怎么救的 这个是训练的问题啊 当然 那个 无论是失踪或者是罹难的 我们都表达哀悼之意 但是小舰长刚刚特别讲 一件什么事情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 你现在你不做这个研究 你后续就要倒霉 另外 再问一个问题 再一个大灾问 这一个是我们某大平面媒体 他说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船上的装置故障解脱 这个我们等会谈 我们继续我们的内容 这一篇报道它在讲什么 这一篇报道 第一个它点出了 我们刚刚最后讲的救难浮标的位置 救难浮标是什么 也就是当潜见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 它救难浮标会抛出 抛出之后它会浮在水面上 它下面约略有一条300公尺长的钢缆 那跟船身结合在一起 那在救难人员 因为它那个浮标 它会释出我们刚刚讲到的灯光讯号 那它同时也会发送这个无线电的讯标 那来救难的就知道 看到这个浮标了 你浅见就在下面 那这一次就是这个浮标 它出状况了 然后它说 这一篇分析稿它在说什么 也就是它在讲说 事实上来讲 浮标在水面上 就会持续的发出求救讯号 那现在我们的这些各级长官 都非常怕这个事件 那个出现在媒体之上 所以唯恐出事 小县长不是这样看法 为什么 因为你非处理不可 因为它会让人家以为浅见出事 另外 它没有办法 它的车舵几乎不能使用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根钢缆拖在那边 你的速度越快 速度越快 那钢缆 跟船 越是拉直 拉直 后面就是车页 看到我们现在画面上这张图的 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它那个位置 其实离后面车页 非常近 那你速度越快 拉得越直 那拉得越直 你就越容易达到你的车页 但是小舰长想问 那一天出事的那一天下午 我们三点钟看到的那个新闻 可是隔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 那个海虎军舰才进港 小舰长一样是疑问 我没有答案 那是不是 海虎军舰的车页已经被打到了 所以你不敢用大车 为什么 为什么打到就不能用大车 打到了你的车页 它的旋转就已经不平衡 不平衡的时候 它就会上下的这样子 左右这样子转 转了之后 你现在你用高速 接下来就坏大轴 接下来就坏减速齿轮 你只要这样用的话 所以只能用低速 慢慢的撸 这就是小舰长提的疑问 还有你的救生锁 你的安全锁 你有没有做拉力测试 你到底有没有做 这个有没有做 就是要问责的地方啊 不是因为你现在舰长上校了 甚至可以干到这种 舰龙级的舰长都准备 都已经准备要升少将 可能升两五六战队长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升 就不问责了 你不问责 大家以后就搞什么 搞关系 关系好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好那现在 当然也有媒体说啊 未来要采用什么 TBO520的信标啊什么 那都没用 对于现在的家属来讲 那都没用 而且 你总得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吧 你就讲未来 未来 20年后嘛 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最值得疑问的 那你说 小鑫长你今天都讲这个 没有 小鑫长要讲下一段 这一段才是最重要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 解放军039的裁电潜舰 它上面起形怪状了 这个其实是2021年5月 大家就看到的照片 你看到了照片之后 我想问的是 我们的海昆舰 为什么没有类似设计 我们还是旧式的 值得这一种烦躁设计 为什么 接下来就会看到 因为 其实 这个是2021年5月看到的 可是小鑫长在2023年 6月22号上风向龙奉沸的时候 我提一个大哉问 我就说 我不是大哉问 我就讲 那一个 大家觉得奇形怪状 不知道在干嘛 我直接讲答案 他其实 他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内情外邪的设计 是要来反射这个 声纳 声纳的声波的使用的 然后呢 也就是一种逆中设计 对小鑫长辞之以弊的人很多 继续辞之以弊 但是 对不起 我就是有证据 什么证据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中国建船研究的这一个 学刊啊 或者是我们讲到的 论文里面 他讲到说 水下脚反射组合 身体散射特性 也就是他其实在讨论的是什么 声纳 这也就是小鑫长常讲的 你只要看 看论文啊 通常都最后都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啊 我们这一篇先看题目 接下来 我们看前一篇 你会看到 他上面有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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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撰稿者叫做 陈昌雄 最后一个叫做 彭子龙 这两个人一定要记下来 马上就看到 看到没有 这个是 波兰的 升学档案 也是一篇学术期刊 他上面 我们又看到陈昌雄 我们又看到彭子龙 我们前面 看到的 那个 江苏科技大学 我们现在又看到 江苏科技大学 红色的 就是之前的那一篇 通通看到了 意思是什么 小舰长不只是看 中国之网的论文 那国外的论文 其实也有 那这个论文 反而 更具有参考价值 为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 刚刚这两篇论文 他的相似度 非常高 到底有多高 你看下面的这张图 他在讲一个 不规则散射的部分 你看到没有 他的那个 A点 左边用红色圈圈的 左边有A 右边有A 然后蓝色圈圈标准 左边有S 右边有S 其他的 就不再讲 左右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 这两边 是同一篇论文 只是 题目不太一样 那 那个 作者不太一样 但是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 中文的这一篇 因为小舰长曾经讲过 中国之网的论文里面 事实上是有保和审 那个 那个 嗯 安全查核的 他没有 我们现在看到 左边的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看到了没 是不是跟右下角的039 一模一样啊 对 就是一模一样 他就是那个 奇怪的构型 表示什么 表示解放军 早就已经做过测试了 你说 你刚刚讲的论文 2022年才出现啊 对 可是 2023年才出现 可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 安全审查的关系 他会delay出来 他们早就已经投稿 或者是早就已经完成 只是放 放着 等到 大家都已经看到 实际上的装备的时候 我的论文再出来 那这个时候 就无所谓了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 左边的这些图 这整个的繁照 跟右下角的那艘船 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再笑小舰长 也不要再 指指点点解放军了 人家都是做过测试 我们看到的 只是这一篇论文 他在做一个电脑模拟 他一定对于这个声波的传递 做过相关的实验室的一个测试 一定做过 不然你做那么大艘船是怎么样 浪费吗 那我们右上角看到那张图 就是他对反射系数 也就是如何反射路径 他做过研究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看到了什么 也就是上面 就是039的 那个有人说是039C 有人说是039D 不管 反正就是 那个奇形怪状的 这一个烦躁的浅舰 解放军的 下面是我们的海昆舰 我想请问 我们为什么没有后进者优势 我们在企业管理里面 我们通常讲竞争 有先驱者优势 先进入市场的 他可以囊括 我大部分的那个优势 可是通常也有后进者优势 后进者优势是什么 就是弯道超车啊 我们有弯道超车吗 其实并没有 这也就是说 小舰长讲 说这个海昆号 是大概比 我们刚刚看到的建隆号 十多十年 就是说晚十年的 就是先进十年的产物 也就是 大概就是 公元两千年以前的产物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还是很旧啊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报纸上公布出来的 那我们从此就会看到 如果你都不让人家讲 你都是 没事你就要心送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大家看到的 就是你丧失自己的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